吉隆慈芸寺为了公祝农历6月19号的观音菩萨成道日 依循传统从农历6月17号开始 一连三天举办诵经祈福法会 保佑大众平安 来自各地的信众也虔诚地准备受桃水果等各式贡品 涌入慈芸寺参拜观音菩萨 今天是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日 我们从那个前天昨天 昨天半夜还是我们到半夜还是在拜拜 还准备一些那个凉的点心给信众享用 还有我们等一下 我们还有那个雷购家 还有那个这个神明都要去绕镜 在西容市绕镜 虽然天气热也是很多那个乡客来 那十云市是我们安乐区一个这边算旧安乐地区一个信仰的宗教信仰中心 那也是平常也相关的义文活动或者是其他的慈善的行为都是平常都有在在做 那感谢民众能够来持续参加 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来祈求平安 那也能够让整个疫情能够让它带走 整个疫情带走 那大家能够身体健康 炎炎夏日 慈芸寺也在热心志工的协助下 提供爱玉米苔木等夏日良品 让民众外带 吸引不少信众来排队领取 我们慈芸寺每年在这两天都会准备一些粮饮 无限量的提供我们的香客来饮用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特别考虑到要避免那个病毒的传染 所以我们今年就特别就一袋一袋装好 然后放盖子在上面 然后一袋一袋装好碰上上面 也在提示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我们希望他们带回家吃 吃饱平安的 那避免说急着他们一起吃 就这样子 农历6月19号的下午 慈芸寺也举办绕境祈福活动 借由众神绕境保佑全体市民平安 我们那个观世音菩萨处理绕境 不止观世音菩萨 好多神像都请出去绕境 都是要给大家平安 市民大家平安 慈芸寺希望透过绕境活动 与诵经祈福法会 来保佑所有信众与市民朋友万事平安 也祈求疫情能够早日消散 记者陈淑萨 基隆报导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